像我手上這樣三公斤的龍蝦 這家貿易商一年就要賣出 超過十萬隻 東森彩晶現在就要帶您 來直擊它的秘密基地 活跳跳的龍蝦 被抓離水面伸出大鱸 這可不是在玩食物 從加拿大做完長途飛機的 波士頓龍蝦 正在籃子裡健康檢查 抓起來手腳都會垂下去的龍蝦 牠生命力很虛弱 那我們就會把它隔離 單獨放在別池 因為像這種虛弱的龍蝦 牠的同類看到就會去咬牠 那咬牠的話就會造成水質的汙染 對對不對 那好的龍蝦是這樣子 你抓起來 牠會手腳往後舉 尾巴往上翹 徒手在龍蝦池撈啊撈 光用眼睛就能診斷的龍蝦醫生 其實入行才兩年 31歲趙文群 原本在華碩子公司當工程師 放棄百萬年薪轉行的契機 都是因為蔡英文 畢竟我不太會英文 那他們就是這個會議 就吵吵了事 那他們也就氣沖沖就走了 當下我就是自己覺得挫折感很大 那我就回到辦公室 那上系統下載了離職單 離職後到加拿大遊學 便在海港打工捕魚 回台創業才發現 自己不是當老闆的料 第一年就賠掉百萬積蓄 得了一個叫做過度換氣症候群 這種症狀 那也就是睡前睡不著 然後很緊張 就是全身手腳舌頭都會發麻 改採薄利多校戰術 也跑遍全國餐廳 毛遂自建 現在不只年營收五千萬 凱撒飯店貴富百貨 就連中央市場 南廖漁港 都由他批貨 放棄安逸的生活 百萬年薪工程師 開拓更大的天空 東森 採集新聞 六至神育團新北採訪報導